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现在在地匹边 然后今天录一段我从住的地方到学校这条路 好大的阳光啊 我现在出来了 这条路是一条下坡路 加州的阳光真美 这个是太好了 大冬天明 你看刚刚走过去的那个妹子还穿着短袖呢 天真的好蓝呀 天真蓝 好啦 转弯 左转 右边这些奇奇怪怪的字幕呢 都是他们的兄弟会 现在有另一个下坡 看路上堆满了各种这样的垃圾桶 这条路真的很脏很脏 好啦 右手边那边就是学校里边啦 现在是红灯 看到这个按钮了吗 只要你要过马路的时候就按一下 看 变成了绿灯 但是其实是白灯啦 你看前面是一个下坡 然后再上坡 所以为了避免特别多的上下坡 所以我选择走 用手边的车库 嗯 同样是按一下这个 好 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进车库 好啦 变成了白灯 今天不是周末 所以车库里呢都是车 一般进的话 周末这里就空空如也 白天呢我会走这个车库 但是晚上的话 我就不是很敢走啦 原因你懂的 所以晚上我就乖乖地走 旁边那一条先下坡再上坡的道 这个车库真的很大 而且它有好几层 看 那里就是我刚刚来的地方 快走到头啦 快走到头啦 看这边 就是我刚刚说的 先下坡再上坡的那一条平行的道 晚上呢我就会走这条道 还没有出来 快出来了 出来了 那这间红房子就是学校里面啦 正队的最重楼就是Engineering Engineering它分好多呀 什么Engineering 三四五六七 具体的我也不太记得了 好 我们等红绿灯 这个红绿灯是可以 你看左转 然后直走 然后也可以斜着走 好的 右边这边就是传说中的乡门口 但其实是 没有国内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乡门 看 学校的标准 看这个又是一个三层的停车场 对 这边的停车场真的是好大 然后成熟很大 现在呢是一个比较微小的上坡 好多了 好多了 嗯 这个 这一栋楼是Engineering floor 但是 嗯 我还要继续往前走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非常广观的停车场 因为这边的山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呢 我一会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是在二楼了 我第一次走这条路的时候真的好累啊 就是 就是你懂吗 就是那种翻山越岭的感觉 我们现在是在二楼 然后那个楼梯看到吗 那个楼梯上去之后 就是五楼了 我们二楼的实验室呢 是没有窗户的 因为它一边是走廊 另外一边就是山了 所以就跟地下室呢 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好啦 我们一般都从这个门进去 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同学跟我说 他说地上这个呢 好像是一个二进制的 这个code 它的意思呢 就是欢迎来到Boater Hall 那当然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Boater Hall 我的大本名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各种风鸡的声音 嗡嗡嗡 真的是这么 嗯 很吵 学习条件很艰苦 晚上一个人走这条路还是有一点害怕的 哦 今天没有人 开灯 看 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你看不关门的话 外面的声音真的是很吵的 来办门观赏 哈喽 我已经到办公室啦 来环绕一圈 后面这个门是一个实验室 对 然后实验室里 最近长什么样就不带大家看啦 嗯 然后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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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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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